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豆腐一包肉 首先我们调肉酱 盐 糖 料酒 抹点姜末 再放些葱花 然后拌匀 如果肉干可以加些水 打出粘性待用 豆腐一呢我买的是一整张冰鲜的 这样大张的 一下用不完呢 我们就裁半张 那余下的部分呢 我们再放回冻柜保存 然后这个半扇呢 我们给它打开 用湿湿的厨房纸 给它抹槽就好 或者你可以快速在清水里淋一下 一缓缓它就变软了 然后再给它一破二 然后我们把它再叠起 再分开 这样的大小正合适 那豆腐一方成这样 尖角朝下 我们把肉酱 放在靠近尖角的地方 方多方少水里的印 就是给它放长一点 然后我们先吃来一张 是这样的 正好这个宽度 盖住 然后我们卷过去 卷到差不多接近一半了 我们拎起两侧的任何一侧 把它翻过来 就这样卷半圈 再翻起另一侧 直接卷起 这样两边的厚薄就相对均匀了 那如果你喜欢豆腐皮厚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两层 我们可以用平底锅鲜 放厚厚的一层油 一个一个给它煎一下 油温温热 就下 接口朝下放 下锅后呢 就给它马上动一动 然后再慢火煎 它就不容易搭底了 开头的时候 火可以大一点 带到它水分一点点收干了 你就要把火变成小一点 一定要慢煎 那喜欢吃有嚼劲的呢 就煎久一点 否则煎到微黄 你就可以翻身了 但是一定要煎透 否则煮的时候 它会烂掉的 接下来我们给它煮 先给点红酱油上色 那酱油给多的话呢 待会就不用放盐了 水不用太多 不要没过菜 大火煮开 然后小火焖煮 哆哆哆哆哆 十分钟炒上 中厨呢 我们翻一下 让它入味 调色均匀 最后我们再调味 喜欢甜口的 可以多加一些糖 如果你咸不够咸 可以再加一些盐 要小心 用这样推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转大火 把汤汁收浓一些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